AG新刮曝光 一诺跟猫神霸气发言 却可能成为泡沫 两个人苦尽甘来 熬出头了 终于最应该感谢的是老林 AG当时唯一拿得出手的是一诺 然后AG的好处就是 他第一那边有比较厉害的射手 一诺 第二就是AG这个俱乐部 其实是出了名的 对选手们应该也是特别好 伴随着 AG拿到含金量极高的士官冠军 很多玩家都在猜测 猫神会不会完美羡慕 没想到等到的却是赛讯组变天了 有瓜主爆料阿宝跟奶茶春季赛都会休息 因为这一年两个人都没怎么休息 阿宝在夏季赛就开始奋斗跟研究对手 挑杯打完他的压力更大 立马就要去研究新版本 想休息是很正常的 而新教练的人员有可能是AK 也有可能是15岁 个人猜测前者的可能性更大 AK接手打春季赛 不影响阿宝跟奶茶后续接回来 只不过这消息对AG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 一诺跟猫神想要再拿四冠 说实话有点难 你就说明年有几个比赛 明年那变成64个比赛 差不多了 对 没过得一年约万顺利 无论是今年一开始的时候 跟新队员的模仿 觉得已经对我来说 已经算是 参上的自己满足处 再到压力后也这么 有了压力后的幻想 再到咖啡 要压力后 再到现在的开始的幻想 然后就是老林谈起中益转会 当时有三个队伍想要他 WB因为有暖羊 中益过去很难有机会首发 AG则拥有很厉害的射手一幕 并且俱乐部对选手都很好 去AG是最好的选择 中益在AG很想我 中益已经拿到了他的冠军了 很好啊 这小子 当时中益走的时候问我 他说林哥我去 当时我记得是三个队 还是两个队在找他 一个EDG 一个AG 还有一个是谁 微博 对TDG TDG 不是 是微博 AG和EDG 对 当时我给他分析了一下 然后他说 他说这个几个队伍咋选 我当时说的是啥呢 我说你如果去微博 大概率是会给 就是你去打一个赛季 暖羊从这个亚运会回来 你除非你直接夺冠 不夺冠 你就大概率不能首发嘛 我就说的很现实 然后这个AG跟EDG 都是比较合适的点 因为他只要努力 保证自己的状态 他应该都能够稳首发 我当时从他个人的角度 是给他这样分析了一下 然后AG的好处就是 他第一那边 有比较厉害的射手嘛 伊诺 第二就是AG这个俱乐部 其实是出了名的 对就是传统的 传统的这个 电竞俱乐部出身嘛 他对选手们 应该也是特别好 所以去AG应该是 应该是中意最好的选择 总的来说 AG赛训组大概率会有变化 对整个队伍而言 并不是一件好事 至于伊诺 其实一直都是AG的排面跟核心 只不过小飞子看不到而已 他是业内人士公认的顶尖射手 同时AG对选手好也是名声在外 这也是很多教练 跟选手想去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方面就是在 AG很容易人气暴涨 但也很容易把职业生涯缩短 最后大家觉得AG该让阿宝休息吗